好 接下来关注中国越来越严重房地产熄火之后所引发的经济连环暴负面效应 现在开始出现在金融理财面 恒大集团旗下有一个恒大财富 两年前它推出的理财产品都没有办法到期兑付 所以就停售了 两年之后中国官方出手了 因为这两年恒大说要延后或分期兑付 拖到八月终于承认300亿兑付款完全还不出来 所以现在深圳警方积压了恒大财富的总经理还有其他高官 另外属于中国央企的中融信托也爆雷了 它因为房地产势力跳票 涉及金额超过3500亿人民币 这些信托产品现在只能交给国企托管 香港又传出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其实涉及诈骗 有两个代言的网红 星期一火速遭到港警带走调查 两年前爆出400亿人民币 大约1754亿台币理财产品到期后却无法兑付 而遭大批投资人包围示威的中国恒大集团旗下恒大财富 在跳票两年后官方终于有所动作 当年杜亮与家人在恒大财富爆雷前不久 出托手上所有相关理财产品 总额约1000万人民币一度引发强烈非议 深圳公安本月16日发公告证实 杜亮等多名高管被捕 还呼吁受害投资者可以透过网上登记 电话简讯或邮寄等方式报案 据了解恒大财富在两年前爆雷后 曾经表明愿意延后或分歧等方式偿付 一直拖到今年8月底才正式宣告还不出钱 急欠的兑付款项超过300亿人民币 而8月底刚在港股恢复交易的恒大股价也因此受挫 周一开盘一度暴跌25% 之后陆续拉回 最终以每股0.61港币作收 同样因为无法兑付而遭投资人包围示威的大陆央企中荣信托 上周五深夜终于发公告 首度坦诚爆雷 中荣信托称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 本公司部分信托产品无法按期兑付 中荣信托表示 相关金融产品已经转由国企托管到明年9月14日 尽管拒绝披露爆雷金融产品的总金额 但据内部员工与外界推算 影响金额恐怕在3500亿至6000亿人民币之间 这么庞大的财务困境 主要就是来自于对大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实力 对于陕西同川市这批烂尾楼的预售屋主来说 这股由房地产熄火而引发 并且席卷全中国的经济寒风 感受特别强烈 八年前投入全部身家 在当地政府推动的新城区 买下预售屋的39岁建筑工人史先生 在存款耗尽后无处可居 只能每天爬20层楼 租进没水没电也没有暖气的猫胚房 尽管当局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 近期不断推出任房不任贷 降低房贷利率 解除限购甚至央行放水来鼓励民众入市 并且成功让25个主要城市 上周的成交面积出现回升 但回升幅度不足一成 甚至上海不升反跌 民众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还没能恢复 又传出新的投资风险 这回牵涉的是虚拟货币 今年7月曾在小巨蛋 参与全集赛主办的 香港虚拟货币交易平台JPEX 上周三遭香港证监会 点名没有牌照之后 便提高提领手续费 部分投资者更出面表示 疑似出现无法提领的情况 港警怀疑该平台可能涉及诈骗 周一火速逮捕 两名此前曾经为该平台 大力宣传的网红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PBS新闻综合报道